欢迎收看非凡人家节目 我是顾德头顾李建民分析师 大盘今天是涨多拉回 那我请问投资朋友 你今天是感到害怕还是说太好了 大盘快速拉回 给我再次做多的机会 如果你是后者的话 恭喜各位 你会发觉李老师的操作的话 很简单 第一个当大盘快速下杀 大家非常恐慌的当下 万念俱灰都觉得没有行情的时候 我往往是什么 御用李老师的操盘心法 很简单 我们是反市场操作 因为我也相信 股票市场的赢家的话 不到两成 你要更进阶成为非凡赢家的话 纳志金字塔顶端的人 天龙国大概不到一成 所以如果我的想法跟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或者说其他的投资分析师一样的话呢 我们如何能够在低档转折点勇敢的做多 然后赚取什么暴力 这个叫做什么超额利润啊 那我真的很希望投资朋友的话呢 你的操作上的话呢 一定要有所修正 如果说你自己操作呢 就跟李老师的操作一样啊 每次的一个大波段的行情的话呢 你都什么赚好赚满的话呢 你也不需要看我的节目 因为呢恭喜各位 因为你已经出事了 但是呢你会锁定我的节目 或者其他的投顾老师的节目 这个都会锁定我的节目 为什么 因为全市场大概没有像李老师这样做节目 我做节目的话呢 第一个讲诚信 第二个事前预告事后验证 事后看图说故事啊 那个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一个老师能够预测未来的行情 将来的主流 甚至说呢在起账点买进什么 将来会有什么 大不断利润的股票的分析师 就在你眼前的话呢 请问各位你跟是不跟 老师可是我看别的老师节目很奇怪 每天啊 这个旁边的标题呢 不是涨停板就是创新高啊 所以我说啊你要什么 睁大你的双眼 用你非常聪明的头脑去辨别啊 你说啊为什么呢 这个诈骗集团啊 真的是什么 越来越嚣张啊 李老师最近呢 也这个听到说新加入的会员的话 真的不骗各位 是真的新加入的会员啊 写灵念什么例子啊 说被骗了600多万啊 然后说呢 他觉得说呢还是要去选择啊一个 比较正规的投股 投股的个公司的话呢 然后呢讲诚信的分析师 跟着他同步操作的话呢 应该是有机会啊 赶快把他之前啊 被骗的这个钱的话呢 赶快赚回来 那我也说啊这个其实呢 你也不能要求说这个一步登天对不对 但是呢我讲过只要有行情的话呢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全国会员失望 那李老师真的是一党接一党啊 我的操作原则是呢 我们所有等级会员的话呢 任何等级会员的持股啊 不会超过五党 那么最高等级的尊伦会员的话呢 甚至啊我们集中什么火力啊 重压什么 最多就是三党的操作 那当然我也知道的话呢 买越多股票的话呢 我在节目中啊 能够表演的这个股票的话呢 就越多嘛 但是这不符合李老师啊 带会员的什么 最高的指导原则 那如果一个老师啊是真的 希望会员啊 能够什么赚到波段的利润 能够实现人生的梦想的话呢 绝对不可能啊 看到什么股票抢 就乱追乱抢 而且我昨天的话呢 我没有领先预告 我就光讲啊 鸿海科技日 对不对 是不是10月8号到10月9号 你今天有没有看到呢 李老师昨天的预言成证 而且我说这个CPU的干预个股 很奇怪耶 好像啊 全市场每个老师 通通都有CPU 都有什么细光子 都拥抱光通讯 风险随之而来 我们就先看一下鸿海 好 你看看今天这个鸿海的表现的话 那你看看 我本来是预估他会利多出境啊 什么叫利多出境 就是早上会出现一个高点 可是呢 你看看鸿海啊 今天开盘是直接开低的哦 老师那是因为昨天美股中错哦 那大家的话呢 你或许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但是呢鸿海科技日耶 是今天正式展开耶 对 那照理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什么 应该要开个什么 开个高盘啊 不管是大高盘还是小高盘 但是直接开低 结果今天是什么 收最低哦 如果你昨天有看我们节目的话呢 李老师说鸿海的话呢 科技日利多出境 好我开盘的话呢 赶快什么 赶快做一个获利卖出的动作 或者说呢你可能是什么 之前去追高的 最高带200多块 是不是很多人告诉各位上看300 我要告诉各位啊 当大家都在开始喊价的时候 那绝对不会到啦 至少在今年的话呢 我觉得 可以展丁且且告诉各位 鸿海绝对不会来到什么 300块 你把结论记起来就可以了 因为这么天大的利多 都没办法让鸿海呢 连开个小高盘都没有 那我请问各位 你说今年有可能上看300吗 想太多了对不对 然后呢之前的话呢 Morgan Stanley大摩说什么 台积电上看1280 好我们就看看台积电 没有错今天的话呢 他是运用拉台台积电呢 让我们的什么 收盘的点数缩减 请问各位 大摩之前的话呢 在相对高点的话呢 告诉各位什么 哇上看1280啊 只有李老师告诉各位啊 你要什么小心啊 你不要又成了什么套牢一卒啊 哇你看看最高1025的话呢 两天的什么快速回档修正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这样的话那一张就赔了4万多 10张的话那40几万喔 那如果你去沙地的话呢 你看看他又有什么 连育4天的往上涨 但是今天的话那动能不足喔 你不要又说哦好像有什么 这个可能呢 这个台积电又有法说会啊 我就告诉各位为什么呢 现在很多都领先预告说有什么什么 什么法说会啊 或者说什么这个光电展啊 这个就是有心人是刻意什么 营造一种啊 好像让你非买不可的一个错觉啊 好 那么我昨天也告诉各位 矽光子的话呢 刚才各位你要小心的联光通喔 你看看 然后呢 4979的华星光 是不是呢这两档又是什么 昨天的热门股啊 那我请问各位 今天你乱追的话呢 怎么办呢 老师可是呢 我看到这个重达KY啊 快速拉升耶 你难道不晓得 所谓什么拉东出息的策略 在同一个族群里面的话呢 因为呢 矽光子的干一个股的话呢 是什么 讨论度最高嘛 那现在的 众所瞩目的焦点的话呢 都什么 锁定矽光子嘛 当然话呢他要什么 藉由拉抬重达KY 来掩盖 调节华星光 甚至呢 联光通的事实嘛 所以呢我要提醒各位的话呢 现在的话呢 他们就陆续拉高出货 你要小心啊 而李老师的话呢 我们也有向中一档啊 不但是矽光子干原个股 而且又是什么 新AI啊 双重的干原股 老师是哪一档 这一档股票的话呢 我之前在9月9号呢 当天买进啊 我也直接什么show time 没有任何的折折掩掩 待会呢我会告诉各位答案 那昨天呢李老师啊 因为呢这个 节目的这个步骤呢 没有掌控好 我有讲过上个礼拜五的话呢 我有逢高什么 获利初清股票 然后呢 转买进原相第二的主流标股 那昨天的话呢 真的是今天来不及啊 我今天的话呢 一定会告诉各位啊 所以你不用急啊 好 大盘今天的话呢 你看到最低2418 崩跌284点啊 那这个 在这个当下的话呢 请问各位 你会觉得是买点还是卖点呢 是啊 我这样的话呢 看到收盘的话呢 反而是什么 只有下跌91点啊 这边当然是买点啊 对啊 这个叫做标准的看图说故事啊 那重点是盘中你到底要如何抉择 那如果说在关键转折点 你不能正确动作的话呢 就算指数将来还会什么 涨500点涨1000点 甚至呢 这个24416突破 你还是什么 赚指数而赔价差啊 所以呢 你一定要什么正确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 这个操盘的心法 好 废话不多说啊 你看就在这样犯权呢 他也是属于什么 细光子检测设备大厂 他是什么 是这个全国唯一喔 细光子的什么 检测设备大厂 是市场唯一喔 全台只有这一间 都门口气啊 所以呢 很多人呢 都没有注意到这栏股票啊 老师我没有听过这栏股票啊 就是因为你没有听过所以呢 他的筹码呢 非常的干净 好 你看我们在9月9号呢 当天买进尾盘亮灯掌灵板 收盘没有掌灵 但是呢盘中有亮灯掌灵板 保利老师的操作原则是什么 买到之后 迎接他什么 掌灵掌不停 不是去追掌灵喔 好 有口气有真相 很多人都没办法猜透 要不然就是呢 有人呢 秀抠讯 但是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群组啊 我要再次重甄喔 李耀老师的这个 目前的一个等级的话呢 只有四个等级喔 我将来的话呢 可能会怎么 再扩增一个什么 最高等级的一个 总统的一个 等级的一个会员啊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我们是只有这个 四个等级 我不像别的老师啊 哇 A B C D E啊 那不得了耶 那可能编什么 26个群组啊 我的天啊 26个等级耶 然后呢 每天什么 都有什么 可以表演的空间 我们投顾老师啊 不是什么 不是表演者啊 我们是什么 希望给各位正确的投资理念 然后呢 运用我们什么 比较独特的一个超盘心法 就好像李老师的正案山法 所以很多人说李老师 你真的是什么 太准了 不是我准 是我的正案山法 真的是没话说 因为 每次呢 我只要什么 运用正案山法的话呢 总是能够帮我的会呢 掌握到什么 一党接党的标股 当然的话呢 我是一个top down的一个 选股的一个方式啊 我们先从产业面呢 去研究啊 哪个产业呢 比较什么 具有爆发力 然后呢 在这个产业里面的话呢 我们去挑选的话呢 比较具有投资价值的 第一个 它不可能是什么 一季啊 跟一季 比如说上半年的话那是什么 第一季亏钱 第二季又亏钱啊 这个就不会什么 列入到李老师这个 选股的一个 这个个股里面嘛 对不对 因为站好的股票啊 就算它什么 延续两季亏损 能够飙翻天的话呢 怎么上去啊 通常啊 它就会怎么跌下来 老师可是很多的细光值的干预个股啊 上半年都亏钱了耶 所以你要小心啊 涨时重视跌时重值啊 等到市场上又回归基本面的时候呢 你看到那些啊 本梦米太高的股票的话呢 会面临很大的什么 修正的风险啊 我们股票市场啊是什么 你要什么 把风险放到第一位 你不能只想到获利的部分啊 就好像呢 你看看今天港股的话呢 一天崩跌8个percent耶 昨天市场上最夯的 哇 涨一倍多的ETF啊 我记得是跟这个 上海的那个科技相关的ETF 一天涨超过一倍 今天的话呢 崩跌啊超过三成 你心脏能够受得了啊 所以为什么李老师不碰那种什么 那种真的是个 投机性质非常高的一个投资工具啊 我留给别人串 那如果你是套在高点的话 那你要什么 你要面临什么 解套是遥遥无奇啊 好 我们是什么 穩中求胜 9月9号呢 公贺饭权 当天买进及涨厘又创新高 赤股呢 务必报有抠讯 才会有真相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在昨天呢 早盘买进又大涨 哇 昨天啊 很多人都是拿出什么 涨厘版的这个 光通讯的干燕个股 那我昨天不是买那个啊 我不喜欢跟别人凑热闹 对不对 大家都 看法一致的时候呢 通常啊 股价就会反击到恶行喔 好所以呢我昨天是买一次 买进犯权又是大涨 今天我再加码喔 哦 我们高等级会的话呢 再度加码尾盘差一点涨低又创新高 你看看 9月9号难道不是买在起账点吗 不需要买在最低点嘛 因为第一个最低点的话呢 罚人问津啊 你很容易被洗掉 而且呢 成交量不够啊 我必须让我的会员好进好出啊 如果说呢 要买这个50张100张 或者说500万1000万的话呢 你将来要卖的时候啊 也要什么 要注重它的一个流动性嘛 如果流动性不足的话呢 就算股票标在凶的话呢 也势必啊 会造成困扰嘛 对不对 所以呢你看看等它有量的时候呢 我勇敢的买进 然后呢 昨天再买 今天呢 找盘加码 是不是啊 又创新高 你看我们这一次的话呢 两天的一个买进的话呢 又是获利16个percent 好你看一下饭权呢 它是半导体先进制成的一个简单 检测大厂 那当然话呢 现在covox的一个题材的话呢 在昨天 哇你看他很多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大厂啊 都什么 非常的强势的往上攻 那当然话呢 他也是什么 是属于先进制成的部分 独家哦 勾门斗期哦 发展出呢 矽光子的检测设备 好我就 假定说哦 如果矽光子在明年的话 都会发热啊 那市场上预估 应该要在后年啊 才会什么真正的这个贡献营收 或者说好的获利数字嘛 我们就说啊 如果明年的矽光子的话呢 发光发热 请问各位啊 矽光子需不需要检测 需要嘛 对不对 那我不管哪一家公司呢 做什么样的矽光子 可能上游中游下游 都是什么 要面临到下游所谓什么 它有一个检测设备的话呢 谁会社会 当然是饭权嘛 对不对 而且它股本只有什么 5.11啊 是不是小而美 它是属于矽光子 还有呢 新AI概念个股 你不要去买那种老AI啊 那至于呢 哪些是老AI的话呢 你如果是李老师的宗旨观众的话呢 你非常清楚嘛 好 那大家的话呢 昨天呢 这个NVIDIA的话呢 因为有所谓的这个 AI高峰会的话呢 昨天的表现非常亮丽啊 所以我说哦 你看相对低档的时候 哦 我说这个指行长黄文勋呢 大卖什么NVIDIA 你回头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相对低档 那现在长上去的话呢 他就不会跟你提说 这个黄文勋的话呢 之前大卖NVIDIA 他会讲什么 AI高峰会 又什么 重新燃起啊 AI的什么 爆炸性的利多题材 甚至说又讲说什么 黄文勋的话呢 又告诉各位 Blackware的话呢 会在第四季的话呢 如其交互 有多好有多好 那你回想看看 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呢 是不是很多人告诉各位 这个黄文勋大卖NVIDIA 对不对 甚至在九月底又再次什么 炒冷饭 又告诉各位呢 黄文勋又继续在什么 卖NVIDIA 那为什么呢 出现你认为的利空 NVIDIA是什么 却是昨天大涨2% 昨天美股是什么 全面性的重挫 那为什么NVIDIA是大涨2% 优创什么 晋级的新高 所以我一再来告诉各位的话呢 你要有自己的判断 好 16% 有空有真下 对不对 今天10月八月老师 你真的有在买进饭权吗 恭贺饭权6830的饭权 我们昨天买进 今天早盘在加码 如果我没有做这两个动作 我敢这么发抠讯吗 所以李老师的抠讯 今天要去考验 我也讲过 如果任何造假冤妇 运附法律责任 所以昨天的话 李老师有最高等级的专论会员说 李老师你是什么时候说 秀抠讯 然后说呢 如果任何造假的运附法律责任 我说就是诈骗集团太猖獗的时候 受不了了 太多诈骗集团 你不要说这个诈骗集团 可能只是网路这个 所谓的这个诈骗集团 那至于我们同业分析师的话呢 似乎也有这个意味 我不做这个人身攻击 所以你要自己判断 好 差一点涨提又创新高 持股呢 仍然暴老 好 密忘词的话呢 你看看 因为呢我们有掌握到什么 低档的转折买点 对不对 李老师不是神 但是只要是低档转折点出现的话呢 虽千万人无王矣 不管当时你看到呢 全市场是多么的恐慌 别的老师呢是怎么样讲鬼故事来嚇各位 我只是什么 运用我呢 个人独特的超盘心法 我认为的话呢 当全市场极度恐慌的话呢 就是什么 李老师啊 要勇敢出手的时候 好 8月5号呢 大盘崩跌1800多 李老师你讨厌派啊 大盘连续两天崩跌 你在这边做多 8月6号呢 又破底老师 对啊 不对啊 回到一看 哇塞 老师太神了 因为后来波段呢 涨了超过4000点 那因为呢 我们什么 有低档转折点呢 勇敢做多 所以啊 真的是什么 创下李老师今年的操作的新纪录 因为呢 大概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呢 达出背双什么 背双的获利哦 好 原项第二 又将震撼全市场 我上个礼拜就已经领先预告了 那上个礼拜我也讲过的话呢 我所有等级会员化呢 只有买进这一档 唯独这一档原项第二的什么 主流标股 如果你是我的全国会员 不管是参加哪个等级啊 我们只有四个等级啊 我跟别老师不一样 ABC到日野二十几组啊 我的天啊 还有什么单股所单啊 什么几倍数的啦 我从来不来这一套 因为呢 我不需要用这种花言巧语 或者说夸大不识的广告 来吸引你 加入我的行列 我希望你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是真实的操作 持股集中但应该出 所以呢我把股票有限什么 获利卖出 老师你昨天忘了讲 对我昨天真的是忘了讲 那当然有时候呢 这个时间有限的话呢 我们也必须要 在这个节目中的话呢 有所取舍 好 10月4号上个礼拜五号呢 我两个最高等级会员的话呢 把齐泰科全数出新 转买进原相第二的主流标股 昨天两人涨零板 对不对 强说涨零板 好 另外的话呢 有一组会员的话呢 是这个 6151的进轮啊 老师你怎么没有讲啊 因为我们高档全数出新啊 就那么简单啊 全数出新 把资金呢 再转买进什么 原相第二的主流标股 是不是一档接一档 获利无法党 那另外一个等级会员的话呢 我就不方便讲 是出新哪一档股票 所以呢 你也不要期望说 李老师在节目中的话呢 把我每天的操作的话呢 完整的报关 因为你不是我的什么 你不是我的全国会员啊 那我们是呢 高档把股票获利出新 再转买进那底部 刚刚其他的股票 那这样的操作的话呢 是不是你梦寐以求的操作 好 所以我今天我就讲了喔 你不要说李老师你没有讲啊 那表示你没有什么 把李老师的节目呢 认真的看完 然后呢 原相第二又将震撼全市场 我说啊 这个 你真的要把握当下 所以呢 我真的希望各位的话呢 你不想出过原相第二的话呢 请你赶快啊 拨通 标普的线 080055808 因为他的掌势才刚刚开始啊 好 六相第一 神宇真锋啊 我就不用再多做 多做什么 说明了 反正啊 这六点啊都是别的头部老师啊 望尘莫及啊 对 应该是什么 前无古人啊 后无来者啊 我真的希望各位的话呢 别的头部分析师的话呢 能够什么 比照办理啊 我相信的话呢 如果能够做到这六点的其中一点啊 我就觉得相当不错啊 但是李老师是什么 这六点我都有做到哦 而且是什么 今年已经十档的标股 大波段操的标股 完全拿标啊 天啊 这难道不是历史记录吗 我可以拿出抠讯跟图考验证哦 别的老师号称说 我老师 别的老师也号称说 有这个好几档股票达标 拿出证据来嘛 对 口口说白话 谁不会啊 对不对 我们第一档信红科 你也准眼看到这个 我公布说是140以上 结果呢 是不是有达标 老师后来到200多块啊 那个又是第二波段 第三波段的操作啊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一档接一档 获利无法党 而且呢 连续三个月 从7月29号开始的话呢 都能够秀出倍数的获利表 那我们呢 预计呢 在这个可能下个礼拜的话呢 如果这个行情配的话呢 我有什么 Part 5啊 我真的希望各位 你不要到时候呢 看到我公布的量力成绩单啊 你又非常懊悔 啊 好可惜哦 上面的股票呢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就是没有赚到李老师的标股 那你为什么不做改变呢 与其你羡慕我权威的婚姻花呢 你为什么不赶快加入我们呢 就好像什么 你看中华队的棒球啊 就是第一名嘛 那你不加入中华队 你怎么会得第一名 我的操作机下的话呢 你已经看得很清楚嘛 我不需要跟别人比啊 那既然我是真枪实弹真实的获利 你也希望能够达成倍数获利的话呢 你还在等什么呢 让专业的来 好 那么 赶快加李老师的light 然后呢 留言正午8899 就能掌握标股的资讯 今天一样 推出欢庆生日1加1优惠方案 老师你的生日已经过了 那表示你昨天没有看我前我错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啊 国家的生日啊 是在这个礼拜四啊 这是没有廉价啊 当然我希望各位的话呢 大家什么 这个普天同庆嘛 所以李老师一样 推出欢庆生日1加1优惠方案 老师什么叫1加1 你打个电话来的话呢 你就自然知道 我说呢 会帮各位呢 短线来搭配波段 然后呢 把你的持续弱势破底的股票的话呢 太弱换强 华力转身充满荣耀 老客户你是李老师的救会呢 最近啊真的非常 李老师非常多的这个救会的话呢 升级的升级啊 提前序议的提前序议的 非常感谢全国会的支持 那李老师的话呢 也不会辜负各位的期望 老客户力想加码优惠 请你赶快 博通标五六线080055808 好 大盘的话呢 我也直接讲结论啊 我就不要讲过去的丰丰伟业了 我礼拜天已经预告呢 他会什么 他会来回补呢 9月30号的什么 向下跳过缺口 我没有讲说完全回补 他回补什么部分 今天的话呢 受到美股的一个 昨天中出的影响的话呢 有做一个回撤 那么的话呢 有人说这个是拇指变盘线啊 那反正李老师呢 我认为两根K线啊 你要决定大盘的未来的话呢 有点太过什么 太过草率 那我也直接告诉各位结论 因为今天大盘的话呢 来回撤五六线能够手稳 补量 还会再攻 你就把结论记起来 换句话说的话呢 今天已经出现另外一次的买一点 就那么简单啊 好 戏猴哥你看看 我们是不是第一档呢 完全达标了什么 波段超多的股票 71%的获利 好 昨天的杂盘买回的话呢 差一点涨停板 那你看看 我们高档的话呢 有做获利初心啊 我跟别老师不一样啊 哦 别老师高点都是他卖的 低点都是他买的 有那么神吗 你真的相信吗 我会非常老实的高速会 9月13号全速初心 那就表示是真的嘛 对不对 如果说我说卖在这边的话呢 你也不会相信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昨天买进的话呢 是不是又大涨 好 那么你看9月25号的话呢 我们第十档 完全达标的原项 280以上 有没有来到280以上 先卖一半 然后呢 72%的获利 直到9月30号的话呢 我们再获利卖出 真的非常恭喜呢 我最高等领会的话呢 有卖到285啊 你看看原项最近跌了什么 不成人形啊 没有人讲了 没有人会讲原项了 那为什么涨上去每个都在原项啊 每个都在新复新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现实是残酷的啊 你的老师如果带你什么 追在猪头山 延续四天的往下跌 没有人会承认 更不要讲什么 375的电影头控 我讲过电影头控啊 我去年是最早买在三十几块 去年是什么 8月15号 最高卖在112历史高点啊 你不相信 欢迎查证 所以操作电影头控 你不跟着我 你要跟谁 老师那原项呢 到底什么价位可以买进啊 你就什么 把我什么盘中的口讯带到 当然是属于高等级会员专属的哦 钥匙是不是卖得很漂亮 你看看 285你再追 我们呢再度卖出 是不是呢 你看看 昨天又有人讲原相 今天往下跌又不见了 又不见了 你为什么喜欢听那种 掌看掌跌看你的分析室 今天的话呢 又在讲什么 重答KY啊 迅心KY 今天的话呢 可能不太敢提了 因为为什么 看起来岌岌可危啊 然后呢你看看 今天谁会讲华欣光 谁会讲连光通 比较有良心就不讲啊 然后呢 比较这个 脸皮比较厚的 说我高点我全数出现 你看卖得多漂亮 天啊 如果我们投股业 都是这样的这个 豺狼当道的话呢 那我不晓得我们投股业 到底有谁会相信 好 原相第二 又将正案全市长 老师刚不一样 有口讯有真相 十月七号昨天礼拜一 东赫 这一档股票呢 我们于十月四号呢 上周五买进 我也讲过 如果你是我的全国会员 你在十月四号开办前 把手续办好 我如果 有带你买进这一档股票之外的 其他股票 你来找我李建宁 就这么简单 不需要持维他股 不需要买一大堆股票 对不对 只买这一档 而且呢 我刚才已经告诉各位呢 我们有什么冯高初心股票 然后转买进什么 原相第二 然后呢 昨天强做涨停又创几年新高 为原相第二的主流标股 我知道复制什么 之前的原相的模式哦 原相我之前呢 9月6号买进的时候呢 当天告诉最高两个等级会呢 第一个是建村第二 第二个 直接讲目标价 然后那两个多礼拜完全达标 谁能够比照办理 谁能够做到 那这一次会不会是他一样 我一样告诉我最高两个等级会呢 上个礼拜我呢 当天买进 直接告诉什么 我最高的两个等级会员 尊重会员跟什么 清代会员 直接讲他是原相第二 而且呢 目标也直接什么 告诉我的最高两个等级会员 老师那这任会不会达标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目标要上岸多少持股仍然报道 我们要赚大波段 part 3 一档接一档大赚 来练跟上 环境生日1加1会发案的话呢 会在10月10号国庆日当天结案 请你赶快把握当下 我会帮你呢 短线来搭配波段 如果你不想错过原相第二个主流标股 七成以上的获利的话呢 现在才刚刚起账而已哦 刚刚暖身而已哦 而且今天有回档修正哦 好 老客户你是李老师救援人 要升级或者提前训练 另想加码优惠 请你赶快 拨通 标为了解 0800 55808 colon88 加三分之一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甚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